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土文样推出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去强化七次的这个土文样 所以如果你是买两大包的话呢 这个成本是算是最低的 那他强化的也会是最好的 就是火文样强化六次 土文样你可以强化七次 那如果是以中科玩家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你的预算可能不吃紧 那这边全买当然是最好的啦 那如果以这样来试算的话呢 你把所有的包括中包跟大包全部买齐的话 全部要花一万两千赚 那获得点数呢是1120点 每一点的取得成本呢是1.07 强化八次之后你还会剩下6100点的这个点数 你可以留到下一次土文样再去用 那这个点数呢都是非常的足够 强化八次来说基本上都可以强化到九阶以上 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要攻顶的玩家来说 这样子九阶基本上是已经够到一个门槛了 那如果还要再往上去的话呢 就必须要再从更多的地方去获得这个祝福的点数 好那以上就是小编对于这一次文样点数 提供给大家一个建议跟参考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更好的这个购买方式的话呢 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分享你的觉得CP值比较高的一个购买方式 这段影片呢就先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